哥哥姐姐說故事 哥哥姐姐說故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又到了小朋友最喜歡的說故事時間囉 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今天的故事啊 是跟馬有關係的喔 小朋友 你們會不會學馬叫啊 會 那你們一起來學小馬的叫聲給我聽聽看好不好 好 好 一 二 三 等一下 我覺得好像有小羊跑出來的感覺 對啊 馬的叫聲應該 然後臉要很鬆 不過今天這個故事啊 小馬他要做什麼 小馬呢 他要過河 所以今天的故事啊 叫做 那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囉 這個小馬呢 他是住在一個村莊裡面 而且呢 有一個小屋子 他跟馬媽媽兩個人相依為命 他們家的前面呢 有一條小河 河裡面呢 有好多的小動物都在裡面吸水 這一天呢 馬媽媽就跟小馬說 希望他把糧食送到對面去給外婆 小馬 媽媽這裡有好吃的麵包還有水果 可不可以幫忙把它送到對岸給外婆吃呢 媽媽 那我就幫你帶過去囉 好 小馬 謝謝你喔 所以呢 小馬就帶著媽媽準備好的食物 要去給外婆 這個時候啊 小馬他就一步 兩步 三步慢慢地走到河邊 可是他走到河邊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好緊張喔 我 我不會游泳耶 我要怎麼過河啊 我 我好害怕喔 怎麼辦 我的食物 會不會掉到河裡面啊 這個時候小馬就好緊張喔 那這麼緊張的時候 有一個好朋友來囉 小馬呀 你不要緊張 你看 這個河水只到我的小腿喔 一點也不深 你試試看 走過去 很安全的 牛伯伯 原來這個水不深喔 呃 真的不深耶 那 我再想想看 好了 這個時候啊 小馬是好 呃 慢慢地走過去 它要過河的時候啊 突然 旁邊有一隻小松鼠說話了 小馬 等一下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前幾天啊 我的好朋友 他在過河的時候啊 他在過河的時候啊 就被大水沖走了 這個水很很危險 你千萬不要過去喔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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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怕 這樣子我不敢把食物送給外婆了 媽媽 哎呀 小馬 你要試著挑戰看看 其實呢 過河一點也不危險 那這樣子 媽媽帶你一起來試試看 我幫你加油打氣 你加油 挑戰一下喔 嗯 媽媽 那你要在旁邊 守護我的安全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小馬 你可以做得到的 我可以的 就這樣子 小馬一步 兩步 三步 慢慢的踏到河裡面 然後就輕輕的 慢慢的 穩穩的 走到對面 把食物拿給外婆了 哇 我的小馬真的很勇敢喔 又挑戰自己 你真的進步了耶 小馬 嗯 媽媽 其實 真的一點都不可怕 我勇於挑戰 所以呢 謝謝你 謝謝你在旁邊 守護我的安全 我可以跟外婆 享受著 美好的食物了 我的小馬最棒囉 這個啊 就是 小馬過河的故事 在故事裡面 小馬成功地過河了 可是哈密瓜哥哥要問問看大家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到河裡面玩啊 不行 在故事裡面 馬媽媽是不是有在岸邊 來保護小馬的安全呢 對 所以呢 我們千萬不要到危險的水域裡面玩 而且呢 一定要有大人的陪伴才能下水玩喔 嗯 那在故事裡面呢 小朋友有沒有注意到小馬 他一開始很害怕過河 但是 他嘗試之後呢 發現其實沒有這麼可怕 而且自己也做得到喔 嗯 那這樣子哥哥姐姐來問問看大家 小朋友有沒有什麼事情 你覺得你自己做不到 可是你嘗試之後 覺得自己成功了 做到的 有沒有人要來回答我們 好 天一 就是有一次 我在彈琴的時候 看那個譜 我覺得好難 我都彈不出來 可是後來 媽媽教我 然後我也多嘗試幾次就彈出來了 彈琴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真的比較難 但是多練幾次就可以成功了 對 而且天一很棒喔 她沒有一開始就放棄 很棒 好 那馨妤 我覺得 我去跳舞的時候 就是我我怕沒有跳好比那些 大姐姐她們跳得還亂 結果我跳一跳就比她們還厲害了 老師一直罵她們 但是妳也可以教她們對不對 讓她跟妳一樣好 對不對 那我來問一下這邊 馨妤嗎 有一次我在吊單槓的時候 我吊不上去 但是之後我用跳的然後抓住 就可以吊得上去了 有的時候這個方法沒辦法 換一個方法 或許就可以成功喔 對 嘗試不同的方法 而且勇於挑戰自己 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聽啊 好聽 下一次再跟著哥哥姐姐一起聽故事囉 拜拜